国科会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了2016年候鸟计划行前说明会 宣布候鸟计划将从6月19号开始为期8个星期 今年的报名者一共来自14个国家 总共录取了338人 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和加拿大 暑假期间将前往台湾的科技界参访实习 非常受到欢迎的候鸟计划将从6月19号正式开始进行 一共为期8个星期 国科会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行前说明会 花花驻旧金山办事处副组长李迎新 科技组组长汪廷安 领务组组长欧德富 兵役组组长曾国森 台茂中心主任李哲钦等人都亲自列席 今年总共有来自14个国家473人报名 录取338人 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美国与加拿大 李迎新表示台湾企业既有西方科技优势 又有台湾勤奋团结精神 对学员未来发展帮助很大 王廷安组长表示 录取者中美国占247人 其中旧金山湾区有111人报名 录取81人 回复参加53人 这几项与参加人数都居全球之冠 他更强调参加后鸟计划有三大好处 一是认识台湾 二是连接亚洲 三是结交同年龄来自全世界的朋友 而第一个星期在台中冯甲大学举行学员说明会后 学员将被安排到各城市实习进行企业以及文化参访活动 生态景观探索之旅 颁奖典礼则是在8月13号 入选台中达新材料公司的伯克莱加大材料专业三年级学生 曹瑞安表示 在学校学了很多理论知识 到台湾有了时间的机会可以做研究 2015年后鸟计划学员刘铁磊 也把去年在卫生福利部实习 研究儿童健康教育 负责接待外宾的心得 分享给现场家长与学员 在多位过去后鸟计划学员介绍下 不仅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 也让学员们对于后鸟计划更加期待 台湾网林市黄本出 美国圣河西采访报导 美国圣河西采访报导